主料,乌花肉,2代50克,丁肉米粉100克,红薯一个,辅量,皮线豆大二勺,糖两勺,胡椒分四分之一勺,花酒,加末少量,酸末四半,料酒一勺,油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。 朋友送的江西产的蒸肉米粉,非常的香,平常在超市喜欢买孔师傅的蒸肉米粉,将些好的五花肉放入大碗中,放入皮线豆瓣,姜末,酸末,糖,花椒,生抽,料酒,胡椒粉,油,加入蒸肉米粉拌好,去每一片肉上均匀的沾上米粉,红薯洗净,切块,铺在肉的下方,放入蒸香中蒸45分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